受到滯留封面影響 南台灣也下起了暴雨 屏東烏台鄉公所附近 雨水沿著梯流下來 宛如小瀑布 台南106線道路也是嚴重的積水 雨勢太大 還造成了佐鎮產業道路坍塌 警方緊急的封閉道路 禁止車輛通行 相關單位也立刻趕到現場搶通 所幸沒人受傷 大雨來襲 台南106線道路路面積水嚴重 淹成一條小河 車輛放慢速度 小心翼翼涉水而過 但大雨不斷衝刷 造成路基流失 道路坍塌 遍布上的土石夾帶樹從倾斜而下 堵住整條道路 工人開著怪手挖開土石進行搶修 警方也趕緊架設三角錐 拉起封鎖線 禁止車輛通行 22號中午左右 台南下起一場暴雨 造成路面坍塌 縮性沒有人員受傷 而在屏東 武台鄉公所附近 雨水沿著樓梯一層一層流下來 溫如小型瀑布 這裡不止雨大風勢也很強勁 另外在春日香歸重村 放眼望去溪水暴漲變成汪洋一片水流湍急 支流封面持續影響台灣 瞬間強降雨讓南台灣災情頻傳 民眾開車騎車出門 務必減速慢行 以免發生意外 就台南屏東 綜合報導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